这个男人是世上第一个妖怪 他出现的地方就会聚集万妖大军 现在他要大火临头了 竟敢掳走唐僧 真当齐天大圣是空气啊 仅是八戒献出真身 就一脚踩死了皇师 虽然不争气地被九尾魅火 但侯哥一棒也就打死了 这时 平顶山金角在远处大喊 真当侯哥是第一次见你啊 还拿个破葫芦在这鬼叫 侯哥一击将其垂入地底 迎角剑士扭头就跑 看着围上来的眉冰小妖 侯哥拔下猴毛 幻化千万分身 逼退万妖大军 但更绝情的黑色魔器 将剩下的小妖全部吞噬 内的男人妖祖原地现身了 侯哥三人一顿猛烈输出 金箍棒砸向原地头骨 但他未伤分好 反而取出武器金刚卓 瞬间击退八戒沙僧 并召唤巨大金刚卓砸倒侯哥 接着一把抓住侯哥尾巴 一记重拳出击 将侯哥击飞上百米 原地觉得毫无压力 转身盯上了真气化形的果子 这是金产子的实事修为 悟空赶忙追击阻拦 却被原地轻易倾下 看着倒下的侯哥 果子想牺牲自己 用一身真气封印原地 但原地已吸收了唐僧的金身 一击就震碎了真气封印 果子在消散前 将剩余真气送进侯哥体内 瞬间点燃十心之力 让侯哥开启了终极形态 原地再次祭出金刚卓 已经不能伤侯哥分毫 侯哥挺身上前一棒击落原地 将其按在地上摩擦 最终原地毁灭在了侯哥的愤怒之下 侯哥还是我们心中的侯哥 西行路还没有妖怪能够阻断